Derek,北京兩會的會議不少都是閉門進行 就像香港的立法會一樣 都有議員睡眠或上網打發時間 而在北京開會的委員 不時在閉門會議傳出一些是非 剛剛過去星期一 在港區政協委員的小組會議上 發生了一件小風波 這件事迅速傳遍港區政協委員 成為北京的政商界名人茶餘化後一定會說的話題 當時在開閉門小組會議 在委員發言期間 在會議廳中突然傳來一些怪聲 有當時在場的人士跟我們形容 這些怪聲似乎是色情片的聲音 之後有人看到廣東社團聯會的榮譽主席王國強 很慌忙地按著她的手機 亦有坐在她旁邊的女委員 批評她是侮辱女性 這件事在港區政協委員的圈子 可以說是已經眾所周知 有些人說回這件事的時候 甚至嘗試模仿當時他們聽到 影片是甚麼聲音 亦有人關心影片是否Made in China 還是有些外國勢力的入侵 我們就問當時人王國強 他否認有看到色情片 說當時是在看會議的文件 剛剛有聲音來 開電話就有聲音了 直接問有人不規評是否在會上看色情片 沒有 沒問題 王國強跟我們補充 關公都有對頭人 相信這次是自己被人針對 又說相關部門都沒有追究 希望不要再把小事發大 政協辦公廳近年相當關注 政協委員在開會時的表現 已經有叮囑他們 開會時要專心 不要玩手機 也不要睏眼睡 甚至會派人微服出巡 檢查委員是否有認真開會 如果表現不理想 影響到政協的聲譽 想連任當然是比較困難 如果有委員想更上一層樓做常委 就更加要注意言行 有不利消息就要快點出來消毒 否則就會變成關公災難 每年一次的兩會 會期在北京有十幾天那麼長 香港的政商界名人 全部都會聚集在一起 想聽聽北京這方面的政治大風向 又或者政壇八卦 識看一定就要看我們的政情